哈囉大家好 我是雲霸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Sony Xperia 10M4 它是一支特點非常明確的小尺寸手機 它的外型很美 手感很好 而且又超輕薄 還有防水 還有它的續航力真是爆幹腸 那Sony Xperia 10M4啊 我真的覺得你可以考慮看看 好 話不多說我們就先來開箱吧 Let's go 從Xperia 1M4開始啊 那Sony Xperia的手機 產品包裝就變成極簡配 那非常的薄 裡面就只有說明書以及手機一支 沒有了 好 再來我們來看到這個10M4的外觀 沒有人可以嘴Sony的外觀設計 真的沒有 Sony Xperia一路走來的外型啊 用色啊 都是手機界的前段班 今年Xperia 10M4 它一共有四種清爽粉嫩的顏色 分別是魚子 魚綠 魚白 魚黑 那我手上的這個是魚綠 它有一點像 Thiffany綠的質感 那我再年輕一點點 那從顏色上啊 它就給了一種夏天清爽的感覺 那色彩把握度很高 可是又不會很俗氣 看似方正俐落的造型 在轉角處都做了圓潤的R角 那背蓋是半透明的霧面玻璃 那側框則是強化了塑料材質 雖然兩者顏色不同啊 可是讓整機的質感都是一樣的顏色 消光清爽的色彩 再加上纖細又超薄輕巧的機身 真的是讓人愛不釋手 右邊是音量鍵 以及經典的側邊指紋辨識 那它同時結合電源鍵的按鈕 那下面的快門鍵啊 在10M4上面是取消的 那左邊則是免工具的SIM卡槽 它可以支援SDG卡槽的擴充 而且這一次抽卡之後 它不會重新開機囉 那在上方也同樣維持著耳機孔 如果你家裡還有比較好的耳機的話 也可以直接使用 它的握起來的手感 真的是超級一流的 它真的很輕 真的很薄 而且它整個重量啊 只有維持在161公克 可是最誇張的是 這個體積啊 它還塞了一個5000mAh的超大電池 那我一拿回來 就直接做了一個不斷電的測試 用PCMark 那真的是測到天荒地老 整整跑了21個小時 而且這個是指 你連續使用手機的時間喔 如果你是正常使用的話 它絕對可以撐到兩天以上 也就是說 即使你今天早上出門去爬山 到半夜回來你都會有電 都不用充電 雖然身為萬元的中階機種 可是它還是可以讓你很有旗艦感 因為它長得跟它自家的旗艦 One Mark IV真的很像 那另外它也支援很多音效的格式 比如說LDAC啊 DSE Ultimate啊 等高音質解析技術 那無論你用有線 或者是無線的方式 都可以有很不錯的音樂體驗 而且Sony在工業設計上面 特別追求平衡感 它採用的是非異形螢幕 那沒有挖孔 沒有瀏海 上下左右都對稱 螢幕本身也支援自家 Bravia的電視技術 可以把訊號來源生平 那可以讓畫面更真實 看影片會更好看 那色彩也會更漂亮 一般的手機在這個價位 通常只會做防潑水 可是Sony在這個部分就很堅持 它們導入IP65、IP68 也就是說這支手機 可以讓你把手機放在水下一公尺 30分鐘 通過這樣的測試 只有它可以讓你帶去泳池自拍 去河邊、溪邊、抓蝦、抓魚、抓螃蟹 都不用怕掉到水裡 那如果你今天是外送朋友 如果突然碰到午後鎮雨 那手機你就直接拿出來用就對了 你也不用怕手機會壞掉 再來我們來講到它的效能與續航力 它搭載的是高通695處理器 它有6G、128G的儲存空間 那效能如何呢? 不免俗的我們就使用PCMark 安兔兔來看一下跑分 那安兔兔得到39萬分 比上一代10 Mark III多了5萬分 那本來其實我對這支手機的遊戲 沒有太期待 畢竟它是算中低價位的入門機 但實際上我玩了一下這個荒野亂鬥 或者是PUBG這些遊戲 它的平均幀率大致上都是60fps 而且是穩定的 那反應速度都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台積電的工藝依舊沒有讓我失望 那即便是高負載的狀態下 那也不會太熱 不過在玩遊戲的時候 你必須要先把後台砍乾淨 就單純玩遊戲 這樣子才會順 畢竟它只有6G記憶體 那一些遊戲一開大概就滿窄 續航力的部分我用PCMark測到21個小時 那它支援的是USB PD的20W充電 那我用副廠的PD 60W來進行充電的話 大概是50分鐘可以充保電 那再來我們講到拍照跟錄影 它是採用三鏡頭配置 分別是800萬畫素的主鏡頭 1200萬畫素的超廣角 以及800萬畫素的長焦鏡頭 那主鏡頭的部分 這次有OIS防手震 它可以支援1080p的60fps錄影 那它同時支援AI自動調校參數 以及自動HDR 那接下來我來秀一下這些最近拍的樣張 那三顆鏡頭的白平衡 我覺得都可以控制到很接近 你不會太明顯的感覺出 有切換鏡頭的感覺 在拍照的部分 我覺得Aspira 10M4 它的拍照體驗比較適合定點拍攝 那細節表現會很豐富 走的是生活紀錄風 你想想構圖之後再決定出手 對焦與快門的速度表現一般 它不像自家的大哥 Aspira 1M4 像機關槍一樣連發 它是一張一張的拍 那在錄影的部分 它也支援從超廣角 一入縮放到最遠10倍的光學變焦 那再來是手持錄影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防手震表現 我自己感覺是錄影都還蠻穩定 有點像三軸穩定器的感覺 不過在行徑過程中 會有那種前後拉風箱的浮動對焦 以及果凍感 好 我們最後做個總結 Sony Asperia 10M4 它的特點其實非常明確 它的續航力非常長 外型很漂亮 防水防塵 它就很適合像我這種不太玩遊戲 可能偶爾去跑步去爬山 裝備希望很輕 而且對充電非常有焦慮的朋友 Sony Asperia 10M4 它是一直可以讓你忘記充電焦慮 順心使用的手機 好拿好握 輕薄順手 螢幕不錯 效能也還行 那你就用著它品味生活 激入生活的那一點小事 還不錯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雲霸 如果對這支手機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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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